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量突破了9000万 达到了9059.4万名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 今天上午 司法部在京举行了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同上党课活动 上午8点 在司法部党组书记袁属红的带领下 司法部党组成员 中央依法治国办秘书局 驻部纪检监察组 司法部各厅局 及直属单位党员干部代表 郑重重温入党誓词 宣誓完毕 袁属红毅首初心 单使命 做无愧于新时代的共产党员为题 为参加宣誓的党员干部 讲述了专题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近日全国铁路公安举行系列活动 以多种形式纪念党的生日 我宣誓 我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活动中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组织 局机关党员干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举行宣誓仪式 重温入党入境誓词 同时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也在各地铁路公安民警中 广泛展开 北京铁路公安局 与西百坡纪念馆 共结红色教育基地 举行教育基地命名揭牌仪式 并在五大书记雕像前 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 在青藏高原 青藏铁路沿线 高寒缺氧气候常年恶劣 在党的生日这天 陀陀和车站排出所的铁路民警 还在均守着岗位 在寻线途中 党员民警们在海拔 5072米的世界铁路最高点 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对党忠诚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在满洲里口岸 铁路公安民警在国门下举行宣誓仪式 在江西瑞金夜平革命救治群烈士纪念塔 铁路民警通过致电有声的入党誓词 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景仰 在广西 铁路民警汇集到百色奇异经验碑下重温誓词 在云南 铁路民警在抗战胜利纪念堂庄严宣誓 用铿锵的誓言 抒发了铁路公安对党的无上忠诚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深入革命老区 烈士陵园和红色教育基地追随红色脚步 找寻革命精神 在福建龙岩 铁路民警换上红军军装 重走红军路参观古田会址 感受当年古田会议的红色革命氛围 在江西井冈岗山 民警们走进革命经验堂 学习革命先烈英雄事迹 在广西南宁 铁警在烈士陵园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向经验碑敬花篮 新疆库尔勒铁路民警来到马兰革命烈士陵园 在纪念碑前脱帽默哀 向革命烈士敬献心话 太原铁路民警到红色兴县 近随边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邀请老红军战士 讲述他们的战斗故事和英勇事迹 感受他们坚定的信仰 顽强的作风和坚韧的品质 成都铁路公安局邀请专家学者 围绕红色主题教育进行授课 海组织干部民警到遵义会议就职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通过实地学习 坚定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辽宁成立于1948年的 海城车站派出所 作为全国最早的铁路公安派出所之一 拥有公安战线上的好八连的称号 七一前夕 沈阳铁路公安局组织党员干部民警 实地参观海城车站派出所警使馆 铭记光辉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好 让我们继续 接下来是今天的热线发布 6月29日 我国迎来了疫苗管理法 将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 对违法者施以最严厉的处罚 一起了解一下 法律明确 违反疫苗管理法构成犯罪的 依法从众追究刑事责任 对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假药 裂药等违法行为 加大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 罚款处罚力度 生产假药将被处以 违法生产销售疫苗获值金额 15倍以上50倍以下的罚款 获着金额不足50万元的 按50万元计算 按此计算 罚款金额最少要750万元 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 增加规定行政拘留 法律明确 国家实行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补偿制度 实施接种过程中 或实施接种后出现 受重者死亡 严重残疾 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 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或不能排除的应当给予补偿 这次法规定 这个补偿的这些原则 补偿的范围 补偿的标准 补偿的程序 由谁来规定呢 由国家来规定 由国务院来制定 然后由各省 在具体的制定什么 补偿的具体的办法 法律还明确 对上市许可持有人 未按照规定建立疫苗 电子追溯系统的 将承担法律责任 监护人为依法保证 适令儿童 按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 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可责令整改 予以批评教育 好 下面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 央广评论白宇 白宇 你认为疫苗管理法 出台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说疫苗是什么 疫苗它不是一个 普通的商品 它是具有战略性 和公益属性的 一种特殊的产品 可以说是关系到 每一个人的健康的安全 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未来 那么其实之前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的药品管理法 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当中 都有关于疫苗管理的 相关的规定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专门针对疫苗的管理 首次来设立专门的法律 那么我想它具有 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 第一呢 它是表达了 我们对公共的 对于疫苗安全管理的 这种呼声和期待 那么第二呢 也是针对近些年以来 在疫苗管理的过程当中 所出现的问题的 这种突出的一种回应 那么除此以外呢 也是表达了 国家对于疫苗管理的 这种高度的关注 以及法律的权威 那么更为主要的是呢 原来的相关的 法律法规当中啊 对于疫苗管理的 相应的条款 是相对分散的零散的 那么通过专门的 法律的设置呢 就可以让法律 所调整的各个相关主体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来便于他们的执法 那么这一次的 疫苗管理法呢 我想当中有几个亮点 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比如说四个严格 比如说电子可追溯 比如说严格的 这种严厉的 这种惩处的措施 那么我想这样的 一些措施的出台啊 未来呢 会在从疫苗管理的研发 到生产的准入 到流通 一直到使用的环节 做到一个 全过程的一个监管 而且我们还可以做到呢 就是源头可查 去向可追 责任可究 让我们整个的 公共卫生的安全 能够得到一个 全方面的保障 超总 近日北京警方 将全市近年来收缴的 1.6吨毒品 进行了集中销毁 这些毒品包括冰毒 海洛因 可卡因 大麻 以及新型毒品 当天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 在北京金鱼 北水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公开销毁 一年来由公安机关 联合陆空邮 相关部门 查获的各类毒品 共计1.6吨 其中包括大麻 1317.86公斤 冰毒98.57公斤 恰特草89.74公斤 美沙酮27.63公斤 海洛因19.64公斤 可卡因8.62公斤 绿安酮5.35公斤 其他各类毒品 37.11公斤 据悉 此次活动由都部门 联合保证 销毁毒品的运输安全 同时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和北京市公安局 警务督察总队 全程监督 确保毒品 全数销毁 公开销毁毒品 一个是向社会展示 首都禁毒的工作成果 更重要的是 要向前社会来展示 我们禁毒的态度和决心 打击涉毒犯罪 绝不稍软 毒品进到的红烧炉里面 它的温度 现在是大概在 1100到1200度的温度 把原油有毒有害的 有机制进行有效的分解 分解成这个 二氧化碳 水 硫化物 氮氧化物等等的 无机器体 排放到大气 当然我们在 这个数据监控当中的话 我们每分每秒 都要对尾气排放 进行一下数据监测 那就不会对这个大气 造成二次污染 记者了解到 为严防毒品流入 北京市健全 陆空油毒品茶几联动机制 一年来 北京市共破获 毒品案件900余起 抓获涉毒违法犯罪人员 5000余名 目前 北京涉毒群体聚集问题 持续好转 毒品供应出现断粮效应 日前 上海市戒毒管理局 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发布了诊断评估 个别教育等 六项司法行政戒毒 上海市地方标准 日前 上海市戒毒管理局 联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同召开 司法行政戒毒 上海市地方标准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 共邀请了 来自上海市各戒毒所 相关负责人 民警代表等参加 发布会上 共发布包括 司法行政机关 戒毒诊断评估的基本要求 生理脱毒 身心康复 行为表现 社会环境与适应 和个别教育在内的 六项上海市地方标准 以上标准计划 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 具体实施时间 以国家标准为 地方标准对案公告为准 本次司法行政戒毒 上海市地方标准的发布 不仅实现了 上海戒毒领域 地方标准零的突破 还在全国率先建立起 戒毒领域的标准体系 近日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 称有孤儿院和幼儿园的儿童 一次遭到性侵 还同时上传了 涉及幼童的身体的图片 并指出出事的地点 就是贵州的凯里和毕节 然而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 发现这个信息是不真实的 在网友上传的多张图片 和聊天截图中 有展示幼童被控制 所拍摄的裸露照片 以及每年花10万 是门生意 失害者年纪为20到40岁 等自演的聊天信息 截图的对话中 甚至还提到幼儿园工作人员 有疑似给幼儿注射激素的行为 网帖发出后 短短两个多小时 已经有数十万网友转发和评论 人们在声讨谴责的同时 更关心是否真有 这样的树害群体存在 随后 贵州省毕节市和前东南州 凯里市警方立即行动 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 当晚22点48分 贵州省公安厅发布官方通报称 如情况属实 我们将坚决依法打击处理 坚决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捍卫法律尊严 如信息不实 我们将依法追究造谣者责任 与此同时 贵州省民政和教育等部门 也紧急开展排查工作 在网友的爆料截图中 一个叫陈某某的姓名 和风车幼儿园的名称 是有明确指向性的内容 相关部门对前东南州 毕杰市的儿童福利院 设有儿童部的无损社会福利院 以及各民办幼儿园 进行了全面排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全市排查出了 就是有两家幼儿园 一个是我们前夕 一个是毕杰七星官幼儿园 有没有风车 但是叫大风车幼儿园 那我们针对大风车幼儿园 又进行了重点的一个排查 特别是对其中提到的 一个姓陈的陈某某 一个老师 那从我们排查的情况看 这个幼儿园是排出了的 随后警方又把排查范围 进一步扩大 在贵州全省范围内 对陈某某这个名字 进行了查询 那从全省的情况看 这同名的这个人 女性总共只有三名 那经过对她的身份 职业背景各方面 进行认真的核查以后 排除了在贵州 有这么叫陈某某 叫设的这个协议 同时另一组拜安民警 从发布的图片入手 寻找线索 其中对名为 Vigtaugia Guide的 网友发布的一张 幼儿疑似受到侵害的照片 进行仔细甄别 发现该照片是2018年7月 网友发布的一张旧图 拍摄对象是自己的女儿 实际上有的图片 在网上之前 是有网友已经发布过 但是呢 被下载下来以后 经过打马斯克 或者是一些批图呢 用于在这个完全 不相干的事件当中 警方发现 聊天截图中 这个叫Vigtaugia Guide的 网名多次出现 并且在渔情出来后不久 就已经注销了账号 因为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 还要是要找到 这个贴的源头 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 它是如何的传播 到最后的发酵的 所以说这个人 不管他这个图片 是真是假 我们暂且不研究 但是这个源头 我们一定要找到 这个是我们公安机关 找到这个案件背后真相 的一个关键节点 为了核实这一事件 贵州的公安部门 民政部门 教育部门 多方联动 可谓是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那么这个网铁的源头 到底在哪呢 经过多方调查 办案人员发现 在天津 有一个叫赵某的人 极有可能是 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 6月27号凌晨 在天津警方的 协助配合下 办案人员在 发帖人赵某的家中 找到了他 赵某承认 他的网名 正是Victorian改 随后 贵州警方 将赵某带回 毕捷讯问 赵某交代 网上传播的照片 均是他从网上 搜集的 并非在贵州的 毕捷和凯里拍摄 他本人 也从未到过贵州 图片来源 是之前 在一个QQ群里 看到的 然后发了很多图在里面 这个文字的部分 是我就是 猜测和异乡的 赵某介绍 他有意识地 将下载过的一些 淫秽图片进行处理 并通过微博 以私聊的形式 将图片向陌生人传播 主要是我 就是看到 有些陌生人 他是对这种事件 比较感兴趣的 我会发送给他 对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我大概像 20个人 发送过这块的消息 为了让对方认为可信 赵某在聊天中 往往会夸大其词 刻意捏造虚构一些信息 没有意识到 这个网络是法外之地 胡乱地编写一些消息 发送给别人 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 赵某编造谣言 并加以传播 而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 对此进行转发评论 导致了更多谣言的出现 因为有些网友 他不明真相 他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他觉得 对他自己的触动也比较大 他就迅速地转发出去 但是他对这个过程 事情的事件本身 他是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和分析这个问题的 他在不断地 传播的过程中 经过多次的传导 他的内容 他会产生一些变化 这个可能给我们 广大的老百姓 就带来更多的误导 辨别的难度会加大了 就这个案件来说 由于自己 在这方面的问题 造成了对家庭 同时也有对社会的 巨大的损害 所以也提醒 网络 我们在网上 也不能视意妄为 随意编造 列造信息 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目前赵某已被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造谣者被刑拘的同时 其实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他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以及今后我们如何能够避免 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那就这个问题 我们再次连线 央广评论员白宇 白宇 来说说你的看法 首先 我们不妨把社会危害 把它分成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 就是非常严重的 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可能已经 受到刑法的调整 那么最高可以判处 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管制或者是拘役 那么第二个层面 是在社会 治安管理法的这种 调整的范围之内 那么它可能最终 所受到的是治安的处罚 那么第三个层级 就是说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只是吸引了一些粉丝和眼球 撒了个小谎 做了点小恶 零成本的违法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我们在讲 要想治大恶 首先要治小恶 不给这些小恶 蔓延和发展的空间 那么小恶要治理的话 首先我觉得 发布的平台 是要守徒有责的 比如说各个平台之间 后台都是实名的 那么如果发现有人 在这儿造假 或者是撒谎 散布谎言的话 那么首先平台 是要有一个给它拉黑 或者在平台之间 建立一个内部的黑名单 来加以治理 不要等到最后 变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的时候 再出动我们的侦察机关 等等相关的司法机关 来处理 那么这是对于造谣者 那么对于传谣者来讲的话 可能我们也要做到 三思和三变 第一是要思考 你所看到的内容 是不是真实的 其中就要有辨别 第一是要辨别 你所看到的内容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吸引眼球的 第二个你可以辨别一下 这个发帖者 他日常发布的帖子 都是什么样的内容 如果长期的都是这样 充满着血腥暴力 匪夷所思 颠覆人们正常认知的话 那么显然这里边 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第三就是您所观看的 这个平台 它日常发布的 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第二是要思考 我是不是要进行转发 那么转发我是为了 发挥我围观的力量 还是为了推进一些问题的解决 还是说我去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假的 那么第三就是 在转发的过程当中要思考 我是添油加醋呢 还是帮助大家辨别真伪 当然对于我们的治理者 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主动地来出击 提早地来介入调查 发布真相 依法来严惩这些造谣和传谣的人 好的 感谢白鱼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看下一条新闻 26年前 三岁的魏莎 在武汉的一个菜市场 被人骗走 26年之后 他的寻亲之路 在遇到重重坎坷之后 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画面中相拥而弃的人 是冯明月与他的亲生父母亲 为了这一幕的到来 他们苦苦追寻了26年 事情要从1993年开始说起 那时的冯明月和父亲魏小双 母亲张兰英 以及一岁多的妹妹莉莉 租住在武汉市桥口区 建乐村一处出租屋内 一家人靠魏小双 踩三轮车为生 但是这个平淡却幸福的家庭 不久就遭到了命运的捉弄 当时三岁的冯明月 趁邻居不注意 便跑出了家门去菜场寻找母亲 但是年纪还小的她 想要走到一公里以外的菜场 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她走到半路 便去小姨工作的面馆 吃了一碗面 然后她说我不让我走 我说没事我能找到妈妈 然后我去那个菜场的时候 可能我妈已经买菜回来了 就这个来回 然后我们就错过了 此时买菜回来的张兰英发现 女儿不见了 便开始四处寻找 而在汽车站附近 踩三轮车的魏小双 也急忙赶回了家中 冬着一慌 不知道是什么人 跟那个人就说 我说不好意思 我真的把你送回家的时候 看见她哭 她说啥是不尽的 那一向 我说回来就是像婚的感觉那样 随后 魏小双夫妇便开始 顺着菜场的方向继续寻找 中途夫妇二人 还去了派出所等地求助 最终也没有发现女儿的身影 女儿究竟在哪里 会不会遭遇什么不测 这些想法 环绕在魏小双夫妇的脑海里 无法抹去 那么没有找到母亲的冯明月 又经历了什么呢 有一个男的就莲毛 他就想让我在他家里面 做他的女儿嘛 然后就把我关在他家里 关了有三四天之后呢 就把我带到河南去了 在他家里面待了有一两个月吧 然后他母亲岁数比较大 梁毛又回去把我接到武汉来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 冯明月又被转给了 河南一个姓竹的人家 据她回忆 在那段时光里 她记忆最深的 就是每天干活和吃不饱饭 有时还会挨打 这让年幼的冯明月心里 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也有一些就是说 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一起玩嘛 别人回来就说 有爸妈就是抱过来疼啊 我没有 我除了干活 也没有穿过心衣 我心里很难受 我每次在梦里面 妈妈会说 我要找到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多好啊 然后我想知道 我自己有多大呀什么的 在竹家实在难以忍受的她 决定逃到20公里以外的县城 最终被现在的养父母收养 才有了冯明月这个名字 20多年来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 结婚后 她与老公来到武汉定居 凭着仅有的一些记忆 继续寻找 在我印象中就是我妈妈去买菜嘛 去找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开花了 我就在网上搜嘛 搜那些信息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蹦出来那个宝贝回家 我老公结果她把我的信息登上了 那个志愿者都说她在网上看到我那个上面内容了嘛 她说好像有一对夫妻 我们的面相很像 然后就说丢的那个时间那些地点什么的也很相似 冯明月口中所说的这对夫妻正是魏晓双夫妇 她们在2017年时也将寻亲信息登在了宝贝回家网站上 双方是否存在亲属关系 还要靠DNA检测来最终确定 网站支援者立即将相关信息提供给了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 希望能够得到更专业的结果 全年12月底的时候 冯女士到我们这来之后 录入了打拐裤 然后采集了她的血样 我们这边DNA实验室就抓紧地 把她的DNA分析做出来 三月底的时候吧 当时那一对老夫妇也是通过志愿者找到我们这里 然后我们也是很快地跟她采集血样入库 我们这边除了DNA的比对 还需要核实各种线索 包括采血人的身份 不然就是说避免这一些疏漏或者误差出现 随后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将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确保万无一失 在这期间寻亲双方也积极配合 在今年的四月中旬又分别进行了最后一次采洗 当时那个是概率非常高的 然后B队他们确实是亲缘关系 得到检测结果后 魏小双夫妇和冯明月都难掩激动的心情 他们甚至开始为这期盼了26年的团圆做着准备 4月29号武汉市东西湖区聚龙小区锣鼓喧天 看起来比往常热闹了许多 因为一个月之后是冯明月的生日 所以魏小双夫妇决定选在这一天 把女儿迎接回家 一家人26年的心愿终于实现 现在冯明月与亲生父母团聚在一起 他们共同聊着这些年来的过往与思念 他们在老大上三年级 老岸上一年级 他们是在与父母的聊天中 现在的冯明月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出生日期 也改回了原先的名字魏莎 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近日浙江金华浦江的一辆公交车上 一名男乘客因坐国站与司机发生争执 并抢夺方向盘要求司机立刻停车 危急时刻车上一名女孩挺身而出 紧紧地拽住了这名男乘客 事情发生在6月7号下午3点10分左右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 211路公交车行驶到沿头阵势 因为道路正在施工 公交线路有所调整 它原始的路线的话 应该是从三步驶老普和路 方向去一直到白马方向 因为那个三步驶村那个道路在施工 它是改道了一下 要经过洪家村这边走 再上三五一口道 按照公交公司的线路调整 在沿头镇下车的乘客 需要在沿三村下其他站不坐停留 到站后司机提醒乘客下车 然后继续往前行驶 然而车辆行至洪家村时 车上一名男乘客和公交车司机 发生了争执 今后显示 男乘客踢了下车门后便冲向司机 此时车上一名女孩 设估阻男乘客冲向司机 并且用双手紧紧抓住男乘客 但是男乘客力气很大 依然抢夺了司机的方向盘 并且猛打了下方向 司机出一本门 拉了下手刹 将车急停了下来 车上一名身穿黄色衣服的男乘客 因为急刹车 拔到了车厢的前路 于是他跟女孩一起 劝阻抢夺方向盘的男乘客 但是男乘客不依不饶 开始撕扯司机的衣服 随后司机掏出手机 报了警 赶来的民警向乘客和公交车司机 了解情况 并调取了车内的监控视频 随后将抢夺方向盘的男乘客 带离了现场 经审讯 该男子姓洪 是当地洪家村人 今年50岁 据起交代 当时因为没有听到司机的提醒 提前下车 导致坐过了站 他的目的就是说是 吓唬一下驾驶员 好让驾驶员把车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 他觉得就可以在房家村下车了 这段监控视频 很快被传到了网上 网友纷纷为这名 阻止男乘客的女孩点赞 经过记者寻找 原来这名女孩是 浦江县正宅初中的 初三学生王烟孝 有一点 就怕到说 那个车灯的烦 我们就一车人就 可能就心里就丢了 我们面对这种危害公共安全 这种事情 大家都不应该冷漠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还会再站出来 近日 王烟孝获得了 浙江省首次办法的 守护公交使者证书 和5000元奖金 王烟孝之所以能够挺身而出 离不开他内心的 任性和正义感 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 王烟孝平时就是个 乐于助人的人 平时如果说同学之间 会有吵架的话 他就会去劝家 帮助两个人 知道两个人就是 又会和好 目前 抢夺方向盘的男乘客洪某 因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依法批准逮捕 以未造成严重后果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其徒刑 这个女孩真的是了不起 来看另外一件事 近日贵州同仁警方 抓获一个盗窃团伙 几名犯罪嫌疑人 短短两个月之内 疯狂作案三十余期 这是贵州同仁碧江区 一家被盗餐饮店周边 监控拍摄的画面 5月12号 13号 以及21号凌晨 1点50分至2点50分之间 视频上三名男子 大摇大摆地 在这家餐饮店周边 张望打闹游荡 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走进了楼梯间大门 没过多久又走出来了 几次探封之后 三个人开始行动 他们利用广告展板 挡住了餐饮店的玻璃大门 一名男子乘机撬门 另外两人在外望风 十分钟左右 望风的两名男子 迅速从餐饮店的门口走开 盗窃男子 也紧跟着从餐饮店偷偷跑开 这起案件发生后 市中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了群众报警 据报警人介绍 这几次盗窃 总共丢了钱财三千余元 之后的几天 民警接连接到 门面失窃的报案 失窃地点都是在 步行街和文化步行街的商铺 而案发的时间 都集中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 办案民警判定 这几起案件 应该是同一个团伙所为 然而 虽然有的案发现场 拍下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 但是民警通过人相比对 却无法确定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我们就采用这种实力方法 进行遵守 因为只要他们是一个团伙 肯定他们还会继续在疯狂转 5月29号起 民警开始在辖区内 案件高发的区域进行蹲点 就在民警蹲守的第三个晚上 情况出现了 发现了有几个嫌疑人 我们发现的时候 正在顶面门口 正准备实施盗窃 民警随即对这五人进行控制 经过讯问 这五人就是最近在 沿街门面疯狂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 这个盗窃团伙盗窃的钱财 最多的有八千多元 少的有几十元 盗窃等守后 几个人就迅速用来挥霍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接下来是一组简讯 同时您还将会看到 为提高大家应对事故及灾害时的 应急处理能力 浙江多地开展演练活动 近日 浙江离水市云河县 举行2019年防汛防台综合演练 演练模拟受到强台风影响 云河县长厅村出现山体滑坡 人员被困及溺水等情形 云河县启动应急响应 交通电力电信等部门 有序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组织人员转移和水上救援 抵御恶劣气候和应急处置能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近日 浙江温州洞头区供电公司组织举办 2019年度电力安康杯消防安全培训 及演练活动 本次活动历时两个小时 通过消防演练活动 有效增强了洞头供电公司干部员工的 消防安全责任意识 全面了解消防安全知识 和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极大提高了大家防范火灾 及火灾事故时的应急处理能力 近日湖北云梦一男子接上行凶之后 躲回家中欲引爆液花器罐 危急时刻 消防人员用高压水枪将该名男子制服 近日 湖北省消赶市云梦县一名男子 在接上行凶后躲回家中 反锁房门将液花器罐打开 随时享用打火机点燃 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消赶支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 危急时刻 消防员果断驾熬水枪 火速配合民警强行破门 就在开门瞬间 消防员用直流水枪 对男子精准点射 迅速打落其手中的打火机 随即配合县上民警 用高压水流成功将其制服 近日 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封猴 闯进了云南隆川县城 群众发现之后急忙报警 最终警民联手将小封猴 送往了救护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